拿不到的你可以拿到吗 这个就是纯粹的信仰观念来的狩猎行为 跟我们的那个竞技是联合在一起 你打太多了 你不会死啊 都不会告诉你不要先打了 来自高雄纳玛夏区的资深猎人 道出原住民族狩猎文化的在地性 特殊性及神圣性 3号开始一连三天的 全国原住民族狩猎自主管理猎人大会 除了邀请学者就法律技术面提供专业意见 针对自主管理各猎团也互相分享交流 期待透过集体共识与发声 能够促进相关法律的修正 以及社会大众的理解 我希望能够把相关手跟我们讲的 这个怎样的派出人系统 然后跟部落连结起来 然后只会这样三处立地 来共同集体地来面对承担 来自己那样去分享这个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要整个税主 就是把我们的录制弄出来 我们有需求 然后跟公部门以及学者讨论策略 包括刚才提到很多策略 那这些策略怎么样去 跟其他部会的对话 透过这样的一个规议 其实是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由邻屋局主办的猎人大会 聚集来自全台 包括排湾族、阿美族、泰雅族、布农族等 35个猎人团体 针对邻屋局精准列据计划 大法官第83号四线案 以及猎枪使用进行讨论 邻屋局今年也依据大法官四线 修正狩猎管理办法 希望持续与狩猎族人对话 今天在下个礼拜 要邀请预管处 还有我们的指导团队的猎人们 一起来看看 我们则搜与办法 这样子的修正 其实是能够符合到 大家实际上的一个运作跟需求 我们借由这样的平台 一起来讨论一个公约办 那外面的人知道说 我们这些自主的团队 是有具备这样子的想法 而且有这样子的行动 本次大会除了凝聚共事与策略 也希望成立全国狩猎联盟 成为全国猎团的核心与后援 在狩猎议题上共同发声 在法规修正上共同推动 有人喜欢巴浪 屏隆内部 采用不到 看到了凝联盟的核心与筒